回到国内看到高雄有一个这个毒虫啊 他缺钱买毒 跑到银楼去下手 偷一个价值16800的金戒指 希望16800能够让他一路发 没想到呢 一点好运都没有带着他 他把这个金戒指放进胸口的口袋里面的时候 当场被老板试过 经视器画面中 银楼老板在柜台前 遍寻不着一个金戒指 当时他还不知道 对面这位男客人就是窃贼 右手里握的就是失窃的金戒指 窃贼很镇定假装要抽烟 把偷来的戒指放进口袋里 一个小动作立刻被老板试破 老板发现异状后立刻锁住店门 窃贼剑跑不掉了 只得乖乖掏出戒指 一脸不甘愿 好笑的是窃贼还特别偷了 价值16800的戒指 象征一路发好运气 让老板提笑皆非 他又没有脱贼他又脱得我 蛤 他又要脱大胎了 没有啦 他就脱得我 我还是要外用他啦 我这车 他说你要脱下来 他不脱下来 原来这名窃贼是吸毒贩 没钱买毒进大胆到营楼偷东西 还偷了168想求得好运气 不过还是立刻就被发现 依法送办 周围内心有刘一清高雄报道